在古代,多少学子寒窗苦读书十载,只为能够在众多读书人中脱颖而出,在皇宫中谋得一官半职,能够在皇宫中当官可谓是光宗耀祖的一大荣幸,所以,无论多么困难,还是有无数学子挤破脑袋想要进入皇宫。 可在皇宫做官真的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吗?每天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做事,岂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其中最严谨的一环,就是每日上朝。 然而,鲜为人知的是,上朝并不是大臣们最累的一件事,下朝之后需要面对的事情,才是使他们心里焦脆的元凶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庙文史,今天聊聊清政府官员究竟有多累? 一年之既在于春,一日之既在于晨,想要度过充实的一天,就必须利用好清晨这段时间,我们普通人是如此,一国之君更是如此。 古代皇帝都会在清晨的时候给王宫大臣们开会,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,一同处理,亟待解决的大事小情,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上朝。 上朝的时候,皇帝会尤其的集中经历,毕竟这是关乎到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。 但是,如果在上朝的时候,能够帮助皇帝解决问题的话,那么不仅能够得到皇帝的青睐,更能够为自己的仕途开辟道路。 因此,为了能够在皇帝面前好好表现,几乎每一个大臣上朝的时候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。 想要能够讨皇上的欢心,在上朝之前,他们更是会好好做准备,坚决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错误。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要以身作则,在早朝开始之前皇帝就会提前准备好,既然皇帝都能够提前到,官员们没有理由迟到。 所以,一般在上朝前一两个小时,官员们就陆陆续续到场了。 为了不出拆错,官员们只能挑灯夜站,熬夜整理好所有文件,可是上朝时间基本上在清晨五点左右,官员们的住所一般离皇宫都比较远,所以为了能不上朝迟到,官员们只好提前一到两个小时就出门。 在那个年代,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马车的,马车是尊贵的身份的象征,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皇宫里,只有高等官员才能乘车马上朝,那些家里没有马车的官员们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走着去皇宫,要是天气好还好,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等恶劣天气,官员们也只能自认倒霉。 硬着头皮继续赶路,毕竟如果没能准时赶到皇宫参加早朝的话,那么等待他们的很有可能是杀身之祸,与此同时,为了能确保自身的身体状况,克服生理上的问题,官员们在上朝之前通常不会吃早餐,这样既能避免吃坏肚子一时内急,又能节省时间保证不迟到。 到达皇宫的时候,天都还没亮,那时候又不像现在一样有路灯,照明全靠点火,可是在皇宫里面是严禁私自点火的,如果被发现的话,那可不是一件小事,所以官员们只能抹黑走进皇宫。 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,官员们才算是顺顺利利地到达了早朝,虽然这个时候的他们长途跋涉身心俱疲,外加没吃早饭鸡肠碌碌,但是他们也必须装作非常有精神的样子,不能让皇帝看出任何疲惫的神态,皇帝在早朝上所要商讨的都是国家大事,官员们丝毫不可以掉以轻心,一般来说早朝会进行一小时左右,但是碰到有重大要事需要商讨的时候,有的时候甚至会持续三四个小时, 纵然有百般不适,官员们也只能忍着,毕竟只有让皇上满意了,他们的脑袋才能够保住,皇帝宣布下朝之后,官员们才能松了一口气,但这只是暂时的,下朝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,等到散朝结束,早的话回家还是七八点,晚的话已经到了中午,对于一些工作较少的官员来说,这个点还能吃点饭再睡个回笼觉,但对于位高权重的官员们来说,今天的正式才刚刚开始, 自古半军如半虎,尤其是在清朝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社会,任何一种不当举动都可能会传到皇帝的耳中,在一念之间就断送自己的前途或者性命, 而官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应酬,也是让官员们更进一步的必需步骤,就连国使馆总转,也就是如今的国家图书馆总管理员这种职位,都是无日不有应酬,无日不有饭局,而这些饭局或是同僚问候,或是上下级彼此照顾,要么就是救人固有联系感情,每一场都无法拒绝,至于那些想要拒绝的人, 康熙时期的李光帝就是最好的反例,想要当浊水中的轻鱼,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被当朝大臣,索尔图等人孤立排挤,最后被皇帝贬斥到边郡,终身不得入京参与国事,可以说是政治前途完全断绝了,而这些官员在应酬结束之后,还得继续抽空参加其他小宴会或者是批阅积压的书读,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要是运气不好,那还有可能被皇帝请进宫中,参加下午的第二次小型朝会, 专门听取工作成果,然后在接下被安排下来的活,要是运气好些,那整个下午就得在办公场所批阅手下报上来的书读,把后续的事情安排下去,但整体上就像是后世现代的正常工作一般,而等到华灯初上,月落西山的时候,清朝官员繁忙的一天才勉强算是结束,在清朝时期,除去特定的时期或是地点,大部分城市都是需要进行宵禁的,而宵禁之后,除去少部分人, 大部分人只能在家休息准备上他而眠,第一级的官员虽然不会入朝参议,不需要提前准备好第二天早朝的奏折和议题,但也得早早准备好寒食和衣物,以便睡醒后稍加洗漱,就能出门参加朝会,而高级官员们却惨了些,他们还不一定能睡得安稳,因为皇帝虽然三点就起床,但这可不意味着皇帝一定会准时准点地睡觉, 像是乾隆,康熙这些比较勤奋的皇帝,往往在早上下午,开完会后,还会适当批阅奏折,若是有战事,意外等情况,指不定还会让人去叫醒负责的相关官员,紧急召开夜会,正免不了又得折腾这些官员一变,若是身体不好,恐怕多来几次就得称病告老还乡了, 警官难当,在外任职的官员就能好过一些吗,警官再难,想要做警官的官员也绝对比要外任的官员多,毕竟进水楼台先得月,在京城的机会多,所以在外的官员会想尽办法去巴结警官,以期望得到举荐的机会,外任官员给警官最多的孝敬就是兵敬探敬,送金银财宝,真完字化容易被人抓住把柄,也不容易送出去,兵敬探敬就好很多,毕竟这是日常生活所需, 所谓兵敬,就是夏天供官员们取粮,冷存食物的冰块,相当于现在的空调和冰箱,夏天食用盆或者箱子装上放在屋子里,犹如避暑圣地,探敬就不言而喻了,就是冬天在屋子里取暖的,这两样东西不起眼,却家家户户都离不开,在古代很值钱,送起来又不张扬,清末时期,官员之间的私乡授受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,买官卖官,当了官就可命的贪污,上班, 基本打卡婚日子,可能会比先前日子好过一点,不需要那么辛苦,可是也会面临各种战乱与起义,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,总之,清政府官员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累人,尤其是下班之后的私人生活,他们需要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,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行为,同时还要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和家庭事务,这些压力让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和不堪重负 但机会也是多多的,随着资历的增长,总能有各种机遇出现,富贵之路要多出很多,甚至还有一步登帖的机会 不过,封建时代官场的风险要远远超出新时代,抄家灭族事有发生,归根结底都是时代的棋子与悲哀 作为封建王朝的极大成者,清朝可以说是将对下管理做到了极致,可惜的是在制度上虽然折腾来折腾去,但最终却没有走出王朝的循环 这些官员们受了上朝上班的苦,但却在下班下朝的时候,通过彼此之间的勾连,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最终沉入了腐败的染缸当中,而这些官员却又被环境所影响而无法自拔,只能同流合污,最后带着清朝走向了末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